老大師,他在跟我們說 我們正途法文裡面,心願性的心 說到心裡,叫我們對他們各要相信 對他們和各,每次都不會去頂打 不過這個心有青、有青 我們要怎麼對青頭、葡萄的心 跟變成青心的 我們就是要先對這個心相信的 這個心的,他的青和青 我們可以非常明瞭 經常跟我們說要用什麼? 照料 我們要說他的青青 我們說有陰就有各 這是什麼?青、青 這是泡泡的什麼?相信而已 有陰也有各,這是不是一個得力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對他們各的了解是 我知道有陰就有各 這是什麼?相信 我們說過了,心是什麼? 不可以停留 停留什麼?相信而已 心是什麼? 對,比較低,比較低 真正比較低低 所以,我們說每一個陰 每一分的陰都有一分的格 每一分陰 分分陰就是什麼?分分果 這就是什麼? 比較低、比較低 所以就是剛才說的 你正不合就是新不合 正菜鮭就是新菜鮭 你不會說正不合去新菜鮭 這叫什麼?一陰,贏一國 這讓它已經進入到我們說的 心就是比較低、比較低 不過,我們要怎樣才會 讓我們的心 不是只有比較低、比較低而已 是要怎樣?沉浸 我們說過了,我們的陰就 都是什麼?抗來那麼長期的 錯綜、複雜 所以,立法严經裡面跟我們說 不是只有分分陰是分分的格 每一分的陰有每一分的格 他跟我們說什麼? 全分的陰就是萬分的格 什麼叫做全分的陰就是萬分的格 你種一個筆子 你種一個筆子了 你種一個筆子了 他中間感到這個筆子 這個一分的陰 沒有嘛 他是不是還有很多的陰 因素裡面,對不對? 他跟大起來 補給他大起來 想好啊 開火 要知道這間湯 要去捏什麼火粉來 幫你消化 所以,你這個補還會生菜櫃嗎? 可能會生一條菜櫃補 這種叫做什麼? 每一分的陰格是一個什麼? 抗來那麼長期的陰格 所以,他是什麼?全分的陰 很多的陰 加做會 就是所有全補的陰 全補的陰 他就是現現出來的就是什麼? 萬分的格 現在 他就時間還不夠 所以 時間也是一個陰 所以,現在時間還不夠 是不是換一個陰 所以,現在就是 你種了 你種種的陰連 加加加加加加到現在的時間還不夠 所以,你怎麼有看到鬼? 沒有啊,沒有拔掉 可能連火都還沒有看到 所以,這叫做什麼? 我們知道說 隨時每一個現前 每一個當下 都是全分的陰 就是萬分的格 這叫做陰格當一個時候 我們如果能對神 已經進入到這個情形 知道說全分的陰就是萬分的格子 就是萬分的格子 我們就不會去 因為說 那個格勃還沒有照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怎樣? 隨 我們的個性 是說 就要不然看到那個 來姑且一下 我們不會姑且造惡 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現在現前所有的陰格子 它所現現出來的 這就已經是格勃了 是否隨著 我們一直給人 一直不一樣的時候 他後的格勃 是否現現出來 會改變 不是只有 原來我們所積極的 一個陰就是一個個性的而已 所以,我們凡夫 有時候都有視覺差的時候 都有重量的時候 沒有稍微去證 就沒有一個不好的陰 有可能去改變嗎? 有啊 對不對 你這就是一個特有的經濟 你可以去改變嗎? 可以啊 可以變政 對不對 你可以讓它變成變種定毒 所以 這就是 足夠以來 祖宿台北都一直跟我們說的 我們是不是隨時去注意到 我們現前 我們應該做什麼 可以做什麼 准說讓我們不小心 我們煩惚的失去 我們去證一個不對去 有機會改變嗎? 有啊 你看 偶業大師 他本身是做一個最好的模範 他過去 他所做的 他覺得實在是非常飛雷 所以 他做一個什麼 很大的參會 他參會到記到好上 記到好上 他說呢 他自己所感到他的改變呢 非常地清淨 所以 每一個眾生 我們還在三個世界的輪迴 我們都有思覺查的時候 都有失誤的時候 都有錯誤的時候 好 一間是屬實 我們的內心 我們知道參會 不過我們也是要奉 剛才在教會 有效嗎? 沒有效 我們好好去扮到 我們的現前 可以做什麼 應該做什麼 我們心裡的陰 一直招下去 一直招下去 招好陰下去的時候 招好陰下去的時候 全分的陰 就是萬分的果 不管我們過去 是招到什麼 好、不好的陰 是不是都會 如來如好 不好的陰 它也會怎麼 它也會改變 這種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好好去收穫 收費 一定可以 方向發結 都會去改變 過去我們所情的這個陰 所以 陰果 我們如果是就 一陰 陰 一果 陰果 不正常 沒有辦法改變 不過我們想改變的是怎樣? 全分的陰 我們可以再加幾個 幾個的陰 所以那個果 所現現出來的 會像 原來那個陰 所印的那個果的 前行嗎? 不會 已經化妝過了 不會讓我們 這樣 那樣太看見了 所以 尊公 你看我們經商裡面 佛道所說的 尊公 他不小心 他去對著 對著帝角 他也要怎樣? 也是去做帝角的什麼? 菩薩 他也在帝角 就是 刷到那個陰縁 待會去行菩薩道 所以我們在 百姓環裡面 這個陰縁 真的要知道 陰縁 信音 性格 我們就是要對稱 和稱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說照料 照料 很照見 了解 很清楚 知道這個陰縁的關係 對 所以我們隨時 我們就要去接觸 就說 我現在正常的陰 我們說過 我們每天 映暗 上班 上班 要要映暗 要睡前 一定要做回鄉 回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減透了 我今天有多少 有多少 豬牛 可以回鄉 哇 今天都空空 日市休息 做不到休息 可以回鄉 我們就要很注意了 所以每天的回鄉 因為我們隨時 你如果說要隨時回鄉 隨時珍重 我們繁複的心 很散乱 很多事情 甚至 這麼多事情 我們的心 每天都讓這些事情打開 都不會去注意的心 不過當我們每天 每天反省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會漸漸 游來 如果我們要去做隨時 的時候 心裡就漸漸有法度 所以這回事 不用幫自己要求到 我現在就一定要隨時注意 你每天都過到一匹上的緊張 所以就是青頭 我們就是尋找每天回鄉的時候 去做檢討 我們每天檢討的時候 是否提醒自己了 所以日市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去想起來 有時候你就去注意 你越注意的時候 我們說過了 全分的陰就是萬分的歌 你去注意是不是這個陰 你每天回鄉 是不是還有一個陰 是不是你當中這個陰 好的陰 很正確的陰 越來越多的時候 不論他所生現出來的歌 就不一樣了 這種的合法 就讓我說 真正的親信 他們歌 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做頂起來 雷虎三百